Liz Creamer 大家好 刚才我们没有拉录音键 所以呢搞了个小书 好久不见了 有没有人猜到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什么 猜不了 没人猜不了 我们今天想聊一聊一本书 想和大家一起读一下这本书 看看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这本书叫The Little World of Liz Creamer 然后那个Creamer是作者 他住在了Sandler 是他的 跟他的父 是他的丈夫不是他的父亲 跟他的丈夫 还有他的女儿 还有他的狗叫Trophy 住在一起 他40岁 那这个作者他已经画了26本书 这本是他最著名的一本书 也是很多人最喜欢的一本书 是纽约时报的推荐畅销书 那么我们是怎么得到他的 你记得吗 是有人给我们吃火锅 扔给我们的 是我的一个朋友叫Vivian 她来我们家吃火锅的时候 送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都特别喜欢 记得这本书我们读了多少遍吗 25遍 我觉得也差不多有那么多遍 每一次读我们都特别开心 是吧 这本书就是里面都是非常可爱的小动物 这些小动物的对话呀 还有他们的一些搞笑的事儿 今天我和看看想要用一个读书笔记的方式 来跟大家介绍这本书 就是我们互相呢 会问彼此几个问题 通过我们不同的这个回答 希望大人和小孩 大朋友和小朋友 都能对这本书有一点了解 好吧 好吧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 那我要看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用三句话来介绍一下这本书 所以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很搞笑 有动物 反正就像动物跟人的东西放一起 就成为这本书吧 哦 妈妈你讲一下 你没有说三句的 你只说了一句 我说三句 那说动物和人 就是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这些小动物做了一些人会做的事 但是呢又很搞笑对不对 对 那我来形容这一本书 用三句话是吗 嗯 第一句话就是这本书是一本 让我觉得特别温暖的书 我每次看 尤其是跟看看一起看的时候 就两个人都会常常相识一笑 很开心对吗 嗯 那第二句话就是说 这本书其实是一本成人童话 它有很多浅显的道理 是通过小动物的嘴巴说出来的 会让大人有一些深深的思考 那第三句话呢 是什么呢 嗯 第三句话 你想识 嗯 这是一本很适合家庭阅读的书 好 第二个问题呢 其实我刚才已经透露了一点 就是 你觉得这本书适合谁来读 你我 然后呢 作者 为什么是作者 他自己画的 他自己画的 肯定喜欢的 妈妈 你来说 谁想 会读 肯定是我 你啊 作者 我是觉得 只要有童心的大朋友 还有 可爱的小朋友 都很适合读这本书 另外呢 这本书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是非常适合一个家庭来读书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那你这本书到底是怎么改变了你呢 改变我 所以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本书哈 对 那这本书是怎么改变了我的呢 我就会觉得 有的时候 虽然我们是大朋友 但是我们 孩子气一点也是挺可爱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跟看看 撒嬌 是不是 你撒嬌是不是 插我呀 不是 你最喜欢的这本书里 三个有意思的故事 你下来了 第一个是这个 嗯 走不走 哦是这个 嗯 好 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个故事就是 小兔子问那个熊 哦我不知道你的 你在穿什么 那熊说 我 我是鬼 然后呢 那个小兔子说 嗯 要是你是鬼 你应该穿一个白的 不是有空空 哈哈哈 那熊说了什么呀 熊说 嗯 嗯 这 我只有这个 哈哈哈 好 那么第二个呢 第二个 穿身甲 爸爸说 拿点蚂蚁给圣诞高人一会吃 然后呢 小穿身甲说 嗯 圣诞高人不是喜欢牛奶啊 饼干吗 嗯 那他爸爸说 不 圣诞老人喜欢吃蚂蚁 我猜可能他们的圣诞老人也是穿身甲 对吧 哦 哈哈哈 好 那你喜欢的下一个故事 这个 哦 就是这个说 他可爱不可爱 然后呢 那个另外一个 他说 嗯 你看 哦 那他们的孩子可爱吗 可爱 所以你知道吗 你出生的时候也很丑 但是我就不会嫌弃你丑 嗯 哈哈哈 好 不然你叔叔也丑 嗯 我妈也不嫌弃我丑 妈妈 你讲三个故事 好 那我最喜欢的三个故事 我来找一下 嗯 哦 我喜欢的第一个故事呢 是 嗯 爱情和友谊的这一章里面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 那有一只假的独角兽 其实可能是一一匹马 还有一个真的独角兽 他们两个说话 这个假的独角兽呢 头上带着一个皮揣子 哈哈哈 然后呢 他就对真的独角兽说 我觉得独角兽就是应该在一起 然后真的独角兽就说 你头上是不是个皮揣子呀 哈哈哈 那就说明 为了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呃 大家是可以什么都做的对吗 好 那第二个故事是 我知道啊 这个故事只有成年人才听得懂 为什么呢 因为小孩从来没有看过这个 这个书里面提到的 这个书就叫五十度灰 那其中的一个小狐狸 对另外一个小狐狸说 很明显啊 女士们都觉得五十度灰这本书 特别的性感 结果呢 这两个人就把自己染成了五十度灰 哈哈哈 是不是很有意思 那第三个故事呢 是关于亲情的故事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话 来自于两只小企鹅 找到 在这里 那其中一个小企鹅 对另外一只小企鹅说 你告诉你的妈妈 你会来我们家住 那我告诉我的妈妈 我要去你们家住 这样呢 我们两个就可以在外面玩一手吧 结果呢 再一张图就是 这两个小企鹅 就蹲在他们两个妈妈的脚底下聊天 是不是 所以另外一只小企鹅说 我觉得你说的方法不管用 好玩吗 那今天呢 我们就从 用读书笔记的角度 给大家讲了这本 The Little World of the least animal 那大家喜欢我们这样讲故事的形式吗 如果你们有什么喜欢的说 我们在留言写下来 我们会读的哦 好的 那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